办的健康论坛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 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 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 我们所有志愿者的心情付出 也欢迎和希望 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那么特别高兴的是 今晚我们健康论坛的特约嘉宾 黄倩清中医师 就是我们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 黄女士是极具有大爱 极奉献精神的 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还记得 早在去年疫情初期 黄倩清女士就多次 在我们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 网络平台和微信群里 给大家介绍中药和制作中药香囊 以及穴位按摩等中医方法 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预防和抗击新冠病毒 我们大家都受益飞测 黄倩清中药师 他早年在湖北中药大学学习 并获得中医学士学位 是中国卫生部认可的职业中医师 曾经在武汉的三甲医院 从事中医中药针灸 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 是具有多年临床实际经验的 中医副主任医师 那么现在呢 是加拿大安省注册的中医师 和针灸师 魁北克省的自然疗法师 是届中医药联合会 耳鼻喉科的专业委员会的理事 他曾经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蒙特利尔的协德荣大药行 从事中医的诊疗工作 那么现在呢 黄倩清中医师呢 已经自己开有齐黄中医诊所 黄倩清中医师呢 研究从事中医工作 已经近40年了 他辨证精准 擅长用中医的方法 治疗内科 腹科 耳科 皮肤科等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例如吧 他曾经帮助许多多年不孕不育 或者做试管婴儿受孕失败的夫妇 如愿以偿 喜得宝宝 还曾经帮助有些癌症患者 康复痊愈 或者是延长寿命 改善其生活质量等等 今天呢 黄倩清中医师呢 将结合他自身数十年的临床工作经验 来告诉我们 如何用传统中医的方法 预防和调理 妇女更年期的综合症 妇女更年期的综合症 让我们隆重请出 黄倩清中医师 有请 谢谢各位朋友 今天呢 有幸借助这个 华人自愿中心这个平台 给大家介绍 妇女更年期 中医在妇女更年期 综合症这方面的 预防和 简单的调理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那个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呢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在那个女性到月经 就是快绝经 或者绝经以后呢 会出现一系列的临床 不舒适的症状 比如说有些人 平时睡眠是OK的 还是犯症状的 那我绝经期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 怎么就睡不好觉了 或者就是 睡到半夜 突然就醒了 就不能正常的 在睡眠了 所以睡眠的时间 就非常短 所以到第二天 人就非常非常疲劳 还有呢 就是情绪呢 就发生了变化 本来性格 还挺好的人 突然就变得 就非常急躁啊 或者多疑啊 就想不开呀 甚至呢 就是很容易 跟人较真 跟家 跟家里的人啊 或者跟周围的朋友啊 同事啊 邻居啊 就发生一些 平时都觉得 不可能发生的 发生的争执 这个时候就突然 就信仰就特别小 情绪就发生了变化 但是呢 会有炒热呀 倒汗呀 这些不舒适的症状 还有的人呢 也会出现一些 皮肤的改变 比如说 皮肤变得特别粗糙啊 或者就是 那个干燥 甚至有的人 皮肤就变得 就是很多斑点 皮肤就暗滑 这个时候呢 真的就是成了 黄脸坡了 所以很多女性呢 就很惧怕 更年期到来 甚至有的人觉得 到了更年期 自己又不是女人了 因为有很多很多 难以 延引的痛苦 因为 一般人对更年期呢 没有认识 而且呢 在外边呢 就是社交 就是那个网络上 经常有各种 对更年期症状的介绍啊 或者一些指导 有些人呢 就自己呢 就 胡乱 就试试 来解决自己的症状 可是有时候呢 就是 调补 调补不当呢 也会出现一些 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 在有些人 还会出现一些什么 瘾道干燥啊 或者泌尿系感染啊 这些 这些 这些症状 甚至有些人就是 骨骼方面 也会出现问题 肢体疼痛啊 身体疼痛 甚至容易就是骨折 一般就是很多 更年期以后 很多女性就突然 就是平常用点力 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突然提根石头 把石头 一个比较硬的石头 提了一下 哎 那个骨头就 疼痛 再一拍片子 发现 那个脚 怎么还会有骨折呀 就觉得 这个变化 就自己就是 难以接受啊 所以呢 就是 就 这个问题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呢 就是也是很困扰 在临床上呢 我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女性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来 来看病 来看 来看中医 比如就是 我 前段时间就 接触了一个 一个病人 那这个病人呢 大概也有 十来年的一些 一个历史了 他 当他那个 月经 就是 快 快那个 不正常的时候 但当时还没有完全不正常 就是开始 慢慢就出现一些 所谓的假抗的症状 手发抖 然后呢 人情绪不太好 人特别容易疲劳 在有时候 经常就发生一些 泌尿系感染的一些 一些症状 就是尿品的 尿急尿痛 然后找西医看呢 西医就给一些抗生素 治疗 好 稍微 泌尿系症状改善了 可是过几个月 就又发生了 所以他特别特别痛苦 人都不敢就是 出远门 因为出远门 有的时候你找厕所 不是那么容易吗 所以呢 他就 对这个问题 就特别烦恼 再是一个 容易出现一些 假抗的一些症状 那个西医呢 就给他做了一些 抽血的检查 然后呢 也给他用一些 那个治疗 假抗的一些药 这样反感夫妇 大概也有 也有个七八年了吧 这个问题就一直都 没有解决 然后最近呢 再一查 血糖也高了 血糖大概有 仓后血糖 仓后两小时血糖 有十一点多了 这个在西医 这个诊断标准上 都已经可以挂上 这个糖尿病的 这个诊断了 所以西医 那个医生 是想准备给他 用那个 降血糖的药 因为他 年轻的时候 曾经找我 看过病 就是因为 他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找我 看过病 当然他现在 也移民加拿大 所以呢 他还是觉得 哎呀 那我还是应该 四十中医吧 我看西医 看了这么长时间 也不好 这也有七八年了 然后这个病 没变少的 还越变越多 而且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都会有 有癌症了 因为他 浑身都不舒服 就没有觉得 舒服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 找我看 找我看病 看病呢 我当然就 我在中医的 那个忘了问切嘛 我再也看他脸了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我见过他嘛 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脸上皮肤是很光滑 而且是很干净的 可是现在五十多岁了 脸上就有很多斑 就是很多斑 脸上都看了 就是花的 再然后 再一看舌 我一看 我就说 你这个病啊 估计病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 只是现在 你是特别痛苦了 你才想到 就是要调理 但是呢 你这个情况呢 就是当你 刚刚移民加拿大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你刚刚移民加拿大 大家都是压力很大 要重新从零开始做起 所以他每天工作呢 就是也是 很认真的 就是很艰苦的 有时候 经常在外边 就吃来 麦当劳啊 肯德基 这些快餐食品 然后呢 因为他本身是做健康方面的 就是有的时候 也会吃一些 现在所谓的健康食品吧 当然 那个不属于中药 是属于 现代的 另外一种 一种保健品 就是 现代的 所谓的保健品吧 他那调理了 也很长时间 然后 就身体也怕冷 就是 他就自己呢 就 因为毕竟他们家里 以前有人 也在医院工作嘛 他就想了 自己这么怕冷 又这么疲劳 然后呢 就自己呢 就 用了很多西洋生 再用那个 铁棍山药 就 就煮着吃 然后还吃了很多羊肉 就这样吃 这样吃了就是 吃了大概 自己调理了 大概一年多都不好嘛 就实在没办法嘛 他才来就跟我联系了 就来 就来找我看 我当时看他的时候嘛 他呢 他应该是就是那个 我用中医的诊断 就是他 气特别虚 血循环 特别不好 但是呢 他体内呢 肝和肺的热 又特别重 因为他的体质呢 就是 本身就是长年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有那个痔疮 然后就是 他的皮肤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那个里边 就经常有痔疮疼痛 然后呢 经常呢 还有那个鼻眼的一些症状 就是 按中医的角度讲呢 还有他长期爱吃辣的 按中医的角度讲呢 他是 肺和肠都是很热的 再然后因为 因为那个移民以后吧 就是压力很大吧 就是情绪一直都是 所以是不太好的 就是有很多stress的 就是有很多压力的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讲呢 肝鱼是存在的 肝鱼日久呢 就会生热 那么热很重的时候 而且你肺也热 肝也热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食物呢 就对你身体 就会产生一些 更大的影响 比如说 你平时身体 还好的时候 你吃点羊肉 吃点牛肉 都没问题 再比如说 你就是 即免是夏天 你一般身体还好的人 你吃点羊肉 牛肉也没问题 但是当你处理 更年期的时候 你本身就是从 中医这个角度讲了 你身水就已经比较虚了 虽然你那个时候 月经还没有完全 就是绝经 但是已经到了年龄了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随便去吃那些 太心热的那些食物 但是呢 因为一些生活习惯嘛 再加上 在网上也看 哎呀 这个东西是补的 那个东西是补的 那么就自己拿来吃 但是对自己的 跟自己的身体呢 并不相符 所以呢 吃了以后呢 就越来越热 然后他自己就甚至发生到 觉得自己整个人 在火上烤的感觉 但是既没有这个感觉呢 他那个人还特别怕冷 那个夏天的时候呢 脖子还要戴个纱巾 然后脚还要想穿 要穿一个长靴 就是因为他脚特别凉 他身体觉得在火上烤 他脚还特别凉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就是到更年期的时候吧 女性就是在调补的时候呢 不能就是随便调补 不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就是吃一些 对自己身体不太合适的东西 然后越吃呢 就适得其反 最后 本身身体不舒适的症状 就越来越严重 以前本身还可以睡几个小时的 可是后来就 就有时候 一早就到晚上 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那这样的情况 第二天就完全 就没办法工作了 然后呢 因为食物的 也挺对身体的影响 像他自身的 那个身体的变化呢 他就经常就发生 那个泌尿系感染的一些症状 用了抗生素 把他那个所谓的那个菌 给他压下来了 可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又发了 他当他找到我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 就跟他好好的谈了一下 我就让他一定要把他的饮食给改变 我说首先 因为他也是湖北人嘛 湖北人都比较爱吃辣嘛 我说首先呢 你要把你的这个辣的东西呢 辣的食物呢 要全部给借下来 然后你吃任何补品呢 之前呢 你要先问问我 对你这个身体合不合适 再次你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鸡肉 羊肉 牛肉 你都要给挺下来 然后他当然 他看到我给他开的房子以后 他就发出感慨了 他说你看 你呢都不敢给我用山药 可是呢 我在去年或者前年 我在很热的夏天 我还用那个山药 炖那个羊肉 吃了好长时间 所以就说 有的时候吧 补品 就是补药 当你用错的时候 有时候呢 那个补品呢 也是毒药 所以为什么说 四药三分毒 对你不合适的东西 它就是毒 包括菜 如果对你不合适的 它也是毒 所以呢 我今天讲这个 更年期综合针的调护呢 我主要是用按照中医的观点 来给大家就一些建议 就是食物方面的一些建议 食物上面 作为那个 作为女性 就到更年期的时候吧 我首先讲 就是从中文角度 就是分析 就是为什么 那个更年期女性 会发生这些 这些身体的改变 比如说 炒热啊 倒汗啊 有时候甚至会心慌啊 或者心情烦躁啊 容易发怒啊 或者猜疑啊 或者睡眠就是不好了 再次就是绝经了 或者是阴道干燥了 或者是 容易发生一些 尿性感染的这些症状呢 从中医的角度讲呢 都是 你的肾气 肾开始变虚了 因为 那个 我们中医会认为嘛 为什么 会 女性会发生 更年期呢 就是 七七四九 天归绝 你的肾气 已经虚了以后 那你这个肾水呢 就不能滋养你的身体了 那么你的身体 就会发生一些 变化 比如说 嗯 渗水呢 就不能那个 那个调进那个心火了 所以你心火抗生的时候 有时候呢 就是容易会引起 睡眠不好 或者经常会忧虑啊 干气不舒啊 肝火比较旺化 你肝火也会扰烂你的心神 心思所痒 所以呢 也会睡眠不好 或者是 半夜呢 两三点钟 突然就醒了 就不容易睡着 嗯 再次呢 就是 你吃了一些 食物 那这些食物 对你的身体 也会 也会发生影响 本来你到了更年期的时候 你的那个 肾鹰 已经开始不足了 你再吃一些比较热性的东西 热性的食物 就更会 伤你的鹰 那你就 阴虚 火旺 这个 这个 虚火 或者 食物的 食火 都会 扰烂你的心神 那都会影响你的睡眠 而且当你 阴会 比较虚的时候 那你自然 你的那个 眼睛呢 也会干 因为你干阴不足了 眼睛也会干 然后 阴道也会干 然后你的抵抗力 不好了 那么 你的泌尿性呢 也就会 容易受到 所谓的什么大肠肝菌的 那个影响呢 就会 产生 尿品 尿紧尿痛的 这些问题 再是一个呢 为什么就是说 到了更年期了以后呢 女性就容易 发生 那个骨折 或者 出现一些骨质疏松 或者牙齿 就容易不好了 或者就觉得 那个 骨头都会痛了呢 这个呢 也跟肾是有关系的 中医认为呢 肾是足骨的 肾是足骨 深水的 当你的身体 充足的时候 你的骨隔 就会 健壮 你的那个盖呢 就不容易流失 而且你的骨头呢 也会 它 也会再生 这就让我就想起了 就是 我前段时间 才看到了 一个纪录片 是日本拍的 一个纪录片 这个日本的 这个纪录片呢 它不是用 中医的角度分析的 它是用他们 就是用现代 现代的这种 一种 那个仪器啊 和现代 医学的 一些认知 来分析 这个骨的 它那个题目 就叫做青春 青春和那个骨隔 就是说 你的骨隔 跟你的那个 青春活力 是有关系的 他们就发现 就是他们在研究 和追踪一些 那个人群中 就发现 有的人 那个骨头 骨头呢 就是 特别强壮 它因为呢 经常呢 就是做那种 叫 就是逐步被刺激的 那些活动 那么就刺激它的骨隔 然后 那个骨隔呢 它就 它也会再生长 有的人 就比如说 那个自行车 运动员 长期 骑自行车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 摔跤的时候 是很年轻的一个男性 突然就骨折了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就说一般年轻人 不会摔一跤 很快就骨折呀 也只有老年人 才会发生 那为什么年轻人 也会发生骨隔呢 那个骨折呢 那就是后来 就是他们 就是分析 就说 因为他 长期是骑自行车 然后骑自行车呢 他的体重呢 就都在车上 然后他的力量呢 只有一部分 在那个逐步 逐步的一些 就是那个 踩的那个脚踏板的 那个过程呢 他所 那个承受力量 并不够 所以就没有刺激 他的那个骨头 所以他那个人就 骨头的力量就不够 就 就容易骨折 如果不是太 了解中医的知识的人 可能就对这个东西 就觉得很蹊跃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但是我们中医的老祖宗 就已经 对这个 就已经有了 踩出了 中医就认为 你的骨隔的强壮 跟你的肾 是有关系的 当那个 你的肾呢 强壮的时候 你的骨隔 也会强壮 你的牙齿 也会坚固 所以 为什么有些人 身体特别硬朗的人 他的牙齿也没脱落 而且他走路啊 就是特别有力量 就是因为他的 肾气充足 而且呢 肾气呢 也就是 联系了你的 生殖 系统 中医讲 肾也是 管理的生殖的 所以为什么 当中医 有很多人 就是碰到 中医在治疗 就是很多 很多病人 就是有 生殖方面 问题的时候 也是通过 补肾的办法 所以呢 那个肾跟骨头 有关系 跟生殖 也有关系 所以当 更年期的时候 肾虚的时候 所以 生殖系统 这一块呢 就是也会萎缩 所以 阴道就会干燥 而且肾跟膀胱 也有很大的联系 肾气充足的时候 你的膀胱 那个 就是抗病的能力 也会好 气化能力好嘛 所以呢 就是 不容易发生 泌尿性感染 当你肾气虚的时候 那么 泌尿性感染呢 也容易发生 所以更年期就有好多人 就是发生 泌尿性感染的 这个问题了 可是用抗生素治疗呢 过段时间 又会发生了 就是因为 你只是用抗生素 杀这个菌 但是你的身体 一直是虚的 你的免疫力是不好的 抵抗力是差的 所以呢 就频繁 就发生 泌尿性感染 而且 小便 其实对所有人来说 都不可能是 百分之百 是干净的 它里面都是有一些细菌的 为什么有些人 有一些细菌 它不发病 有些人就发病 就还是跟你的 那个 肾气充足 充不充足 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就说 当你在更年期的时候呢 你就要特别注重 要保护你的肾肇 等一会儿 我后面就介绍 你怎么样来保护肾肾 现在我只是跟大家 来分析 为什么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 我们要对肾脏 要特别的加以保护 还有到了那个 刚才我跟大家也说了 就是说 饮食 对身体是会造成影响的 所以到更年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饮食呢 也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 就随便吃点东西 吃点快餐 因为你身体代谢能力 比较强嘛 而且 你稍微吃点那些不好的东西 对你身体 产生的那些不好的影响 不会那么快的就发生 但是到更年期呢 或者更年期 这个年龄 这个阶段呢 你就要注意了 比如说 那个女性 就是在 有月经的时候 不是更年期的时候吧 一般 她得心血管 疾病的那个概率呢 比男性呢 要少 我说这话是 以前 她们有专门有专家 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而且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跟他们 那个我们湖北那边 就是心血管专家 是我们湖北那边的 专门做心血管的专家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是 跟我们就是 传递了这个信息 就是说 更年期以后 女性的 这方面的优势就减少了 所以她得心血管疾病的概率 也跟男性是一样了 所以 跟年期女性呢 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吃 太高值的饮食 就应该要选 低值的饮食 同时因为你身体 那个 代谢能力越来越差 那么你 应该选低糖饮食 因为 你要是吃那些 含糖量太高的 也容易 让血糖升高 而得糖尿病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位朋友啊 就是 因为她 平时呢 就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 早晨有时候 上班 来不及了 就吃点饼干 喝点咖啡 那喝咖啡 你就是要放点糖吧 然后饼干 那你不管怎么样 是说 所谓的那个 比较健康的饼干吧 它总会 要放点糖 那个味道会好嘛 那你知道 就是说 你每天吃一点 每天吃一点 你年轻的时候 你觉得还可以 就是你 会有身体有反应 可是 你到了更年期 这个时候 你身体 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 你的代谢能力差了 就容易得糖尿病 所以后来 她的血糖 就达到 那个肠后血糖 11以上 西医生 就想要给她 上那个降糖 降糖的药 所以这个 更年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选择的 那个饮食呢 就是要 以那个 清淡 清淡为主 当然也要 那个营养平衡 营养平衡 营养平衡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不能专门 只吃肉 只吃蛋 只吃鱼 或者呢 你就是 只是自己 喜欢吃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 偏咸的食物啊 或者比较 偏甜的食物啊 或者就是 不怎么吃青菜 就是不能 不能偏食 要营养均衡 营养均衡 就是一些 少量的 优质的蛋白 蛋白质 比如说 你吃一些 比较好的肉啊 或者吃 特别吃些鱼啊 吃些虾 因为鱼和虾呢 它会帮你补钙 特别虾皮 或者一些鱼里面 它也会有钙 还有一些 吃一些海产品里面的 海藻之类的 海带呀 黑木耳 这些东西呢 也是可以帮你补钙 同时呢 就是吃一些豆制品 特别是那个大豆 黄豆 黄豆这类食品 而且它是一种植物的蛋白 人体一个比较容易吸收 再是一个呢 就是 它可以帮你提供 就是 当你那个女性 到更年期 就是吃极数水平 在下降的时候 它会对你身体 会起着一个 比较好的 一个调节的作用 它也会 就是微调你的 吃极数水平 当然我们中医 是不讲 这个极数的啊 我们中医主要是 从那个脏腹的功能上面来讲 而且我们就是 从脏腹的功能上面来讲 但是我们就 也做到了 把你的极数水平 也做到了调整 就比如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就是说 我在理床上 有时候会碰到病人 心里就说 它吃极数水平不够啊 就不容易怀孕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用中医的办法 你帮它调节 它最后就怀孕 那你从另外一方面讲 就是你用这个中药 就把它吃极数水平 就给它调整到正常了 所以就说 在那个饮食上面 这个选择的时候呢 就是在 一个选择一些豆类 选择一些鱼啊 一些蛋啊 这些补充 一些这些钙 从此呢 也要 要吃 比较多的 我建议要吃 比较大量的青菜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就是说 我刚才跟大家 已经介绍了 就是说 你的食物的 那个 那个偏性吧 因为食物它也是有 寒性和热性之分的 这个食物的偏性呢 对你的身体 也是会有影响的 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 那位朋友 他爱吃辣的 所以那个辣的 辛辣的东西 就会对身体 产生一些热性 那么这些热性 对身体 就会造成 造成一些影响 那么当你女性 到更年期的时候 你的渗水不足的时候 你适当的吃一些青菜 这个青菜是比较偏良 比如说 白菜呀 黄瓜呀 西红柿呀 芥兰呀 西兰花呀 这些 这些 这些食物啊 它是性质 比较偏寒良的 它同样也就可以帮你 帮你身体的太过的热 帮你清掉 也就是帮 可以帮你清热 所以说 中医的那个 那个理念 说所谓的清热 不是说一定全部都是 用药物 你就是通过你的食物 也可以帮你达到这个效果 再比如说 有的人说 啊 为什么薯甜的时候 我可以喝点绿豆汤 就是解薯呢 那薯是属于这个心吗 因为绿豆 它有 它的这个良性 就可以帮你解这个薯 所以说食物呢 有的或者是那个 就是药食良用的 那个食物呢 它都是有这个 药性 或者是这个食物的偏性 可以帮你把体内的这些 热给去掉 当你体内比较偏热的时候 或者你有照热的时候 你就不能选择那种 太热性的食物 比如说 韭菜 韭菜它是可以补肾羊 你看那个韭菜籽 对中医人来说 它就是因为中药 它就是它可以补肾羊 撞肾羊的 男性是应该多吃的 但对于女性来说 就说 你不是不能吃 但是你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 当你身体没有什么 特别不舒适的时候 你是可以吃的 但是当你身体已经很燥热了 更年轻的时候 经常会有炒热 会一阵阵身体发热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吃太多 或者呢 你如果能够不吃 那当然更好 就好 我给大家举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 也是一个 应该是朋友 不能说是病人了 应该是我的朋友 只是说 他把我当成 他的保健医了吧 就是跟了我有 二三十年了 因为虽然 就是我出国了嘛 他跟我不在一个国家 但是他也经常会向我 咨询一些 中医方面的一些保健啊 让我帮他看病嘛 所以我就把这个病案 跟大家说 因为这位大姐呢 都是常年 他都是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呢 当然我也在帮他挑 但是因为毕竟 就两个人离得远呢 就是平常 也不会说得那么细 后来现在呢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呢 就是他的问题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就通话比较多 我就让他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他当时他也跟我说 他多的吃的是青菜啊 那我当时也没想到 就说要问那么细嘛 我说你要多吃青菜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家里菜园子里面 就种了很多韭菜 因为他是北方人嘛 常年就用韭菜包饺子吃 吃那个韭菜盒子 就是吃的很多很多 所以呢 虽然他的 因为他也有胃病 他的胃呢 是怕凉的 因为总觉得有个 有个冰在那里 在那里那个放着 当然后来把它调好了 只是说他后来睡眠 就是一直就是比较顽固 后来就跟他一谈才发现 他经常就是吃韭菜 而且韭菜是他们家 主要的那个青菜之一吧 然后后来 我就叫他把韭菜给他停掉了 当然就是治疗 还像以前那样 同样的治疗嘛 那么他们的睡眠 睡眠呢就明显的就好转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 那个菜呢 你如果没吃好呢 也会影响你的身体 所以有的时候 包括我有些病人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治疗过程中 给他治疗效果本身挺好的 突然一下子 他又有反复了 然后你再一问他 吃了什么东西啊 发现就吃这个东西 你的症状就会有些变化 当你把这个饮食改变以后 那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所以就是说 那个在更年期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呢 多吃些青菜 而且青菜本身也是你身体 就是维生理那个身体活动 必须的 因为它里面有各种 那个维生素啊 对你身体那个活动 都是必须的 那个免数 帮助我们的就是身体的免受 那个感染吧 就是抵抗疾病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习惯 就是一下就说 哎 我上火了 上火了 当然西医他就是首先要查你 是不是白细胞增加了 但是中国人他就会有这种概念 说上火了就要多喝水 就要多吃青菜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有一些比较轻微的炎症的时候 你适当吃些青菜 那么也会把这些炎症呢 就是给那个 给减少掉 就是不一定就非要吃药 再是一个呢 就是 我跟大家还要介绍一个 就是说 在更年期呢 就不要吃 那个太多的盐 为什么呢 因为更年期有很多人就容易 也会有高血压 还会呢 有时候呢 甚至就是会 有时候 因为甚至会有时候 所以就要少吃盐 因为你吃盐吃太多了 也会影响你的盖的洗手 让你的盖的流失 对你的骨子疏松啊 也会造成影响 再是一个呢 就是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那个烟 它会 也会影响 影响你的身体嘛 这大家也都知道 对你的 对你的肺会有影响啊 而且烟 它也是比较 燥热的 因为它通过 通过抽烟嘛 就会对你的 食道啊 气管啊 直接 就是热气在烤你 那自然就会 伤你的肺嘛 也会伤你的阴 那本身更年期的时候 就是经常会 觉得自己身上发燥热 你再抽烟 对身体会有影响 而且呢 烟里边的不好的一些物质呢 也会影响你的 盖的洗手啊 对你身体呢 也会造成影响 而且酒呢 酒是伤肝的 当然 现在好像也 也在流行说 要每天要喝杯红酒啊 就是我也 我也有些病人 就是 他们也爱喝红酒 但是呢 喝了红酒以后呢 对身体 有些人 可能 可能喝 可以喝 就是身体 比较太寒嘛 但是 很多人 其实是 不太适合 因为中国人的那个身体 跟那个 他们新人的身体 也不完全一样 那么 中国人 他对这个 红酒的那个接受度呢 并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的 就是 就像我有个病人 他 长期就是 喝红酒 喝红酒 他到我这来了 我就 而且他当不止喝红酒 他还喝啤酒 他是个女性 就是 然后他月经也不好 然后睡眠也不好 身体 就是身体 就是 各方面都有问题 那么 我就跟他谈了 我说 那你就不能喝酒 他说 我只有喝酒 我把自己喝醉了 我才能 睡 但是呢 你从中医的角度讲呢 虽然你觉得 你喝醉了以后 你能睡 但是这是一个 恶性的 恶性的循环 因为酒呢 它是一个 热性的一个 一个饮料 当你喝了以后呢 它会对你 长期喝 你这个酒精 对你的肝脏 会造成伤害 日积月内呢 你的肝脏就会 就是产生一些热毒 那么这些热毒 一个是影响你的 肝的排毒跟功能 一个呢 也会影响到 你的睡眠 而且肝 从中医角度讲呢 肝是主精的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筋骨的筋 就主精的 就是你的筋的滋养 是需要肝 肝血来滋养的 当你经常喝酒的话 它也会 就是伤你的肝 影响你的肝 对筋脉的滋养 那么日常 天常日久呢 对你的筋脉 也会有影响 就比如 我曾经碰到过 一个老外病人 他就是长期喝酒 他长期喝酒 喝到最后呢 他最后他就说 他要喝一两瓶 他才能睡 他如果不喝 他就睡不着 然后他来看我的时候 他的手啊 就一直在发抖 他那个手就放到 我的桌子上 我的桌子都要跟着摇摆 就是因为他长期喝酒 那个酒精呢 对他的身体的影响 影响到他那个 神经的传导 所以他那个手 就一直在发抖 不过后来 在我的帮助下呢 就是当时我 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帮他炸针酒啊 给他吃中药啊 然后叫他尽量 就减少这个酒的摄入啊 然后这个手的抖动呢 就明显的减轻了 睡眠也也是改善 我现在只是说 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就是 不要喝酒 特别是在更年期的时候 虽然你短暂的时候 你觉得对睡眠有帮助 但是从长期的讲呢 对你的肝脏是有影响的 而且对你的筋 那个筋络 就是那个 一个竹子旁的底 那个柱的那个筋 不是说这个筋 对这个筋是有影响的 那你那个筋 受影影响的话 那有时候 你的手也会抖 或者你觉得会发麻 会觉得不舒服 再次一个呢 就是避免的 就是吃那些 有炒酸的食品 这主要其实就是讲 那个菠菜 菠菜呢 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呢 就是你最好就是用那个 开水的把它烫一下呢 就让它那个里面的草酸呢 就给去除掉 排除掉 因为 要不然它草酸 跟你身体里的钙呢 结合以后呢 就产生那个草酸钙 就不容易吸收 而且就让你的钙 也会减少 再次一个就是 避免那个高脂的食物 我一讲 我一讲的主要就是 低盐 低盐 低脂 低糖 还有那个营养 红生 就是适当的维生素 还要吃一些水果 各种青菜水果 水果呢 除了就是说比较热性的 或者含糖太高的水果 不吃 一般的水果呢 都可以吃 我说含糖太高的水果 就是说比如说 龙眼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 虽然就是说 有的资料介绍 就是说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 你吃点那个龙眼啊 百合啊 这个煮水喝 但是在临床上 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因为我 我确实也是碰到很多病人 他说他啊 我为什么我吃了龙眼 我吃了 吃了百合 龙眼煮的水 我睡了 吃了以后 我还是睡不了 我说因为这个不适合你 为什么呢 龙眼它是比较偏热性的水果 为什么以前的女性呢 就是吃了 就是有效的人多 现在女性 为什么就相对来说 就不多呢 因为现在的人呢 经常熬夜 再是一个 现在的人呢 就是说 吃的那些 比较高粮厚味的东西 会比较多 长期以来呢 身体里边 你这个 鸡唇的那些 就特别多 不是干热呀 或者新活比较旺啊 然后你再吃一些 那个面 那你就更睡 所以呢 你就更睡不着 就热了 老心神 你就 没办法睡 以前的女性呢 很多人 真是饮养不良 你想 以前有多少人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家里有冰箱 你想吃什么 就可以吃什么 而且现在的物质 又特别丰富 以前的人 真是就是 我想像我们 这个年代的人 都是有感受的 我们那个年代 那个 吃的食物 都是非常少的 很多人都是 营养不良的 所以那个年代 就是得那个 什么肝炎呢 得那个 结合病的人 会比较多 那个营养不良嘛 所以 就会得那些病 但现在的人 就是营养太过剩了 所以就得 高血脂啊 高血糖啊 这方面的疾病 所以 作为那个补的话 也是 就是时代变了 那你的补 也要根据 那个 你现在的 症状 你的身体情况 来补 所以那个龙眼 也并不适合 所有人 而且它也太甜了 那你 吃的水果 我建议就是吃一些 不太甜的 什么苹果呀 梨子啊 KV呀 无花果呀 就是这些 比较 比较 就是说 性质比较平和的 这些水果 不太甜的水果 如果要是 确实是 有糖尿病病人 那就 那就根据 根据当时 血糖情况 或者不吃水果 或者少吃 少吃水果 再是一个 要多吃豆子品 我都说 豆子品 含的那个成分里面 那个大豆 一黄酮 它里面 对你的身体 女性身体的 极数的调节 是很好的 再是一个 你锻炼 锻炼呢 就是要 做一些 就是说 可以刺激你的 骨骼的一些锻炼 比如说 走路 比如说 跳舞 比如说 打太极拳 就像我们这个中心 就经常 组的这些活动 这些跳舞 或者一些 打拳 这些活动都很好 就对你这个 女性的这个骨骼呢 就是刺激骨骼吧 都是有帮助 通过刺激骨骼 其实也是在帮你补肾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讲 那个电影里面 就是那个骨骼和青春的 这个 这个关系 就这个纪录片 我就说 正好就很符合 我们中医的这个 这个理念 而且你通过这个锻炼以后吧 你的就是 生气充足以后吧 也会 就是延缓你衰老 就是也会减轻你 跟年期发生的一些 一些一些不实症状的 再次一个呢 就是饮食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 那个 那个药食两路的食物来补 比如说 一般来说 当你心慌啊 就是容易健忘啊 就是比较容易疲乏呀 就是说 而且食育也不整 就是不是太想吃饭 那么你就可以 用一些腹绳 那种大概十颗左右 或者是酸枣人啊 或者是脖子人啊 再用几颗红枣 五到六颗红枣 就是煮水和 或者放点米进去 放一百颗米啊 就是煮成粥 就那种吃 就是空腹那种吃 就对你就是 健平 一气养心 安神 也是有帮助的 当然 当你就是 比较烦躁的时候 比较容易扣干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 用那个 百合 百合呀 或者是伤圣子 就上圣子 就上圣子 比如说 五百克 和那个百合 一百克 就煮水 煮水呢 就是用那个 大火煮开以后 用小火煮 大概煮 一个小时吧 煮出来那个汁呢 然后 再把它浓缩 浓缩到了 一天的量 大概有 四五百毫升 然后 你也可以再放个 三百克的蜂蜜 在一起再慢慢熬 熬就把它 就融缩成 成那个 那个膏 然后就是 每天呢 就可以吃呢 两次 一到两勺 就是用那个 开水 把它冲了 就让它喝 就可以帮你 支阴清火 也帮助你 改善那些 燥热的症状 还有呢 就是 也可以用一些 血味按摩 比如说 那个 我们头顶 头顶这个地方 就是两个 两耳交叉的地方 两耳间交叉的地方 这个就叫百慧 百慧呢 就是说 可以 帮助你呢 降这个心火 凭干羊 还有这个百慧 这个百慧学的 就是 前和后各一寸 或者左和右 各一寸的地方 你的一寸 你可以说 你的 你的这个手指 这个地方 这么长 就是你的一寸 就是你的手 你当你做按摩的时候 你也不用说 非常非常精准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你太去精准 有时候你 还人特别兴奋 就是说 你可以用 那个 梳头的那种方式 然后就 从前往后梳 一直梳到你的颈部 你的颈部 也可以做按摩 就让自己放松 然后你这个 头顶这个地方 你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这个 大概这个区域吧 你就可以做按摩 就可以让 让自己 就是睡觉的时候 就是能够 比较能够平行 平行近期的 睡 就是睡个 睡个觉 再次一个呢 你那个 脚上面呢 就是那个 怀部 内怀的 上面 就是你用手指 这个一掌 把上面凉 你的那个 跟那个骨头 跟你那个 腿骨交际的地方 那地方呢 就是有个叫 三音胶的 三音胶呢 就是你的那个 甘脾肾胶会的地方 那个点 那叫三音胶 那个血位呢 你就是按揉 也可以帮你 就是 帮助你睡眠 而且也可以改善 你那个 灶热的 这些症状 我曾经就是 也是把这些方法 也就是推荐 给一些 我的一些病人 对他们 就是 也就是 帮助很大 所以有很多人 就是在吃药的过程中 同时呢 也做些 这些血位的按摩呀 这样呢 他的症状 就是缓解的 很快 当然 就是 有的时候 你可能做这些 就是说你 饮食上面 也做得很好 然后呢 你也做一些 血位按摩 但是你这些症状 还是不能缓解 那么怎么办呢 那当然 你就要在当地 寻求 寻求你新的过的 中医师 帮你调 调解 因为中医 它还是叫 编证失质的 每个人的情况呢 都是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中医这个治疗 它是叫 量身并做嘛 所以那你就要找你的中医师 来帮你 来 来调解这个身体 我给大家介绍呢 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 当你症状比较轻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饮食啊 锻炼啊 还有一些药膳啊 就是按摩呀 来改变你一些症状 还有这个女性 到更年期 就是月经要紊乱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就是寻求中医的一些治疗 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去吃那个西药 因为你要是这个时候月经比较紊乱 有的人可能就是 半个月月经都不止 或者一个月月经都不止 可能你看西医西医它会给你用急速的 但是你找中医师给你治疗了 中医就会用中医的办法 帮你把这个月经呢 就是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然后让你平稳的度过你的更年期的 让你那些 把那些不适的症状呢 就是降到最低 我看看 因为我也没有做什么充分的准备 因为昨天晚上通知我了 所以我今天白天又上班 所以现在呢 我只是结合我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呢 跟大家分享 然后不是对大家会不会有帮助 如果有什么遗漏的呀 或者大家有疑问的 可以就是探讨的 那我就先讲到这吧 谢谢黄先卿中医师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主席 在吗 主席 大家看看有点什么 有点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有点什么想要提问的 趁着我们的黄中医师在 尽情的来提问 我们黄中医师一定是有问必答 有哪位的可以举手啊 举手我们有点什么想问的 想了解的 有人鼓掌 不是举手 有举手的吗 有想要 没有人举手 看来我们的黄大夫是各个方面 讲的都非 哎 现在有一位举手 好 我打开您的声音 请求您结束声音 您把声音打开 话筒打开 你可以直接和黄大夫对话 喂 你好 你好黄 黄医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免疫力低下 就是说白细胞 比较低的话 有什么办法 白细胞比较低 因为那个西医的检查 因为那个西医他检查 那个白细胞就是把正常人 他所有职都都射了以后 他做了平衡 所以呢 单来说 快点开开 OK吧 可以啊 但是你低于四千 比如说三千九 其实有 对有些人来说 他也比较低 他就也算正常范围 就在临床上 因为我说这个话 是因为我在国内 我们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当你碰到三千九的时候 你也就不能说别人 就是白细胞低 他有的时候 他病毒感染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得了个病毒感冒 他也会白细胞低 三千九 三千八 但是你如果太低了 长期都比较低 比如说三千二啊 三千三啊 或者甚至两千多了 就是说 当然我要排除是白血病的那些 那些那些问题 就是单纯的是 你的细胞在正常的那个形状 形态都是正常的 但是你一直是偏低的 那么就是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有些人 他可能从事一些 化学工作 那这些东西 或者比如说有些人 从事一些就是说 那个环境 就是对身体有伤害的 那么白细胞就会偏低 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 有些人从事 从事方式线工作 他也会排白细胞偏低 那个时候 临床上 那些医务人员 还专门有些特殊的补助之类的 就是说 首先你如果白细胞偏低的话 那你要查查 你的工作环境 你的生活环境 有没有会让你的白细胞偏低 比如说 就说那个家里装修 特别在国内 就是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 反正 我只是说 就是说 他用的那些油漆 那些装饰材料 装饰材料 会对你身体 那么 白细胞也会 那首先你要把原因要找出来 这是第一 原因找出来以后 然后再谈治疗 因为你原因不找出来 你专门治疗 你这边治疗的功力 都被你那边的那个病因 都会抵消 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对 我同意 因为我已经是 从2017年 从3.9 就降到3.8 一直降到现在的3.5 就是说 每年都会降0.1 然后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我身体各方面都很正常 也工作 也做会计的 那你今年多大年龄 我今年50 那你就是 平时就是 容易感冒啊 容易就是有一些什么 平时都不感冒 我已经四五年 没感冒过了 都不感冒 身体 在别人看起来很好 我身体 就是都很好 但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白细胞偏低 那你人容易疲劳吗 有点容易疲劳 就是说 每天我必须要 打一个 睡个午觉 要不是午觉 我就觉得会很累 还是有症状呢 那你还是有症状 因为对我来说 你说你好 我把手一拿 我就知道你好 你好还是不好 我说手一拿 就是我一拿卖 我就知道你好 还是不好 就说 不是说你不感冒 你就好 这个就大家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就是认识 不是说你不感冒 身体就好 他有的时候 在临床上 有些人 好像大家认为 他身体很好 从来不病 为什么一病 就是绝症 就是重病 那是因为他 很感冒 我说你啊 我是在分析 因为就是论事 因为 我的职业习惯 就是说 我一分析起来 我不会就帮你当这个东西来分析 我是做一个就是比较 比较全 我就说 我会谈你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你 所以我也没办法分析你是怎么样 我只是谈个 就是在理论 应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说 不是说用感冒来衡量 你身体好不好 因为终于衡量你身体好不好的话 为什么中医要拿麦 中医拿麦跟西医的 那个什么设备检查 是不同的一个角度 我是这样讲 西医那个设备检查 有它的可行性 和它的就是被人 就是诊断是有帮助 但是它不全面 而且中医的那个 中医的那个万文并切的这种诊断呢 嗯 对 就是 你没有一个量化 但是对于真正 你就知道 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就是说你如果疲劳 那你就是有问题 比如说你看你今年才50岁 你就觉得疲劳 那就是说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因为我们过临床 就是比较辛苦 所以在我们中午都是必须睡觉的 我在国内的时候 睡5岁的 可是我到加拿大来 因为这边的大家的生活习惯 我不可能睡5岁 有时候 多好是中午的时候 是我最忙的时候 那个因为 因为就这个东西 他要利用来找你判定 所以就没有5岁 你如果是 所以这个 这个 对 我刚才才 刚才刚才对了 这样那天 几乎就没有5岁了 但是呢 你中午 要5岁 而且你才50岁 还是有感觉 你的身体 吃不消 所以 但是因为 感觉是什么都 不好意思 我感觉就是 手脚很 我很怕冷 手脚冰凉 然后呢就是 我觉得就像呢 我看了很多 就是说 晚上看 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 阳虚气虚的那一种 就不知道怎么该 是否才处理的 来这样的 我跟你说 你不要先给自己下个诊断 你是阳虚 你把症状告诉我好不好 你把你 症状就是怕冷 手脚分离 就手脚比较冷 好 那么 你 你那个症状怕冷 手脚冰凉 那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睡眠 挺好的 睡眠睡了 梦不多吧 梦不多 没什么梦 就是说 我一觉能睡到天亮 就是我要是11点半 能睡到早上6点 差不多 那你平常吃东西呢 吃的 吃的是 喜欢吃什么东西 喜欢吃含量 我一般以青菜为主 然后加一点点肉味的 然后会吃八宝粥类的东西 就自己煮八宝粥啊之类的 我觉得我吃也很注意 但是就是调不过来 有的时候就是胃啊 稍微吃多一点就消化不了 就是我不能吃多东西 吃一点就可以 那你 那你 我就听你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整整你皮是虚的 你的皮味的 吸收能力是不好的 因为 同样的服务 为什么有人一吃 就觉得有劲儿 你吃了就觉得没劲儿 就是因为 你的皮的消化吸收是不好的 你如果 就是 消化吸收是不好的 那么 这又再回到你的白细胞低了吧 白细胞低呢 其中 就会有 有 人类病人 他就是 气会比较虚 对 气比较虚呢 你的 就会 就会低 那么 至于治疗呢 我现在就可以回 就可以回答你了 你可以 喝点补气的药 比如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 让你含和热 我不能专门 听过你 通过你这样说 你是有含还是有热 我只能说 你可以用补气的 那么这个补气呢 像黄芪呀 对 我想了 我想了 能去看看你 就 帮我整整脉 那你 如果要看的话 你就要 预约时间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 我和病人都是 最好就是 大家间隔 间隔开 不要在同一个时间到 所以就是 如果要找我 就是跟我电话 打电话预约 然后 到时候我们再 再聊 好吧 好的 那我现在就跟你建议 就是你要 通过这个办法呢 也可以 把白细胞提上来 因为这低的也不算 不算多 就是稍微低一点 对 我3.5 你没有吃过什么药 但是我每年的 低一点 你没有吃过什么 没吃过任何药 我 对 我不吃任何药 而且我也没得过任何病 就是觉得很奇怪 每年都会白细胞降低 那你也就是 我刚才说了 白细胞降低呢 是西医的一个检查指标 对中医讲 中医就用气血阴阳 来来衡量你的身体状况 这样的 所以就说 现在我只能说 你气绝对是虚的 那么 我还可以问问 不知道方不方便 算了 因为月经这方面的问题 就好不要在这么多 月经刚刚停了 停了月经了是吧 那你就现在也 就是那月经已经停了 那你就50岁这个年龄 也算是应该该停月经了 那么 那你月经期的时候 你的月量多不多 我月经期量不多 但是都会 那个周期很短 别人是28天 我一般是25天 24天就会来 那尿 那尿就是正常的 还是少的 还是多的 尿是正常的 尿是正常的 但是周期会比 对对对对 就是周期比较短 比一般人会短一些 短了四天五天 那么就是说 周期比较短 也可能跟你的气虚 也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你 如果气虚啊 有的时候呢 也会 就是周期会比较短一点 但是你 25天 也不算 特别 特别就是短 就是说还算 也在正常范围里边吧 因为 一般诊断就是 当你超过七天 或者是短于七天的时候 比如说 28天 那你比28天 22天了 那就太短了 就是25天 OK的 这样的 嗯 那你这个情况 是不是气虚 就是目前吧 因为我没有看到别的东西 我只能跟你们 非常感谢 感谢 判断 黄带主啊 这么 逸着人心 这么耐心 这么 对对对 会有爱心啊 这个解答 但是确实是 有时候 光这种交谈 可能还是不是那么方便哈 你能忘 忘什么忘文问歉 需要去摸摸脉 好好脉 是吧 好的 对对 可能是实际的去检查一下呀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 我刚才在聊天窗口 已经看到了 有人就问说 哎 黄医师 你在多伦多吗 跟大家说一下 黄医师 是我们蒙特列尔的宝贝 啊 不在多伦多 所以说 他的诊所应该是在孟可杰 是吧 嗯 在孟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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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诊所叫什么名字 英文名叫 Clinic Key황 那个 中文名字就是 奇黄 奇黄本草原 也就是奇黄中医诊所 你帮他往上 OK 那么就是说 你往上往找一找 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因为 很多朋友举手呢 逐渐的 逐个的可能问一下 所以时间有限 就不能专门 对一个朋友的问题 进行太过于详细 因为我们已经是 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些东西了 那么 一个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解答 另外就是 也希望黄医生呢 把你的那个 门牌号码啊 电话号码 可以写在我们的聊天窗口 给大家一个信息 好吧 给大家一个信息 我们大家有个需要的 可以跟他打电话呀 签预约呀 或者是一些咨询呢 这个问题 对 你写过呢 聊天窗口 不会玩这个东西 那个黄医师啊 我想请问你啊 那个 清橙皮和一般的橙皮 有什么区别 清橙皮和一般的橙皮 有什么区别 在治疗方面 橙皮和橙皮了 啊 你是中医师吗 首先是这样 这个药 是大夫帮我开的药 我想问问你 一般是 都是写 中药房去吧 都是橙皮了 他开了青橙皮 我想青橙皮是治疗什么的 青橙皮 青橙 他如果开青橙皮 一般现在药房 这边大概都只有 都只有橙皮 橙皮它主要是 尖皮的呀 就是 青橙皮 都是一般橙皮 都是一样的 不是 现在这边的药房就只有橙皮 你在国内的医生还是这边的医生 国内的医生 国内的他有时候就分的比较细 但是呢 如果你在这边只有橙皮 你用橙皮也是可以的 他说 在治疗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那你的这个东西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来评论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什么病 你有什么病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临床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个药没有 也会用另外一个药代替 但是药性有很多方面 你在用哪方面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还有我还没好 对不起 还有那个叫 燕黄白 燕黄白 黄白嘛 黄青黄白了 是吧 这种黄白 草头黄 松白的白 这位女士是这样的 你问你的医生好不好 在这里就不要 问他 你来问我呢 因为你今天正好在讲座呀 讲座是讲座 但是我是给大家提供健康知识的 你这你这问药的东西 你问你的开药的医生好不好 因为这样的 好好好 对不起啊 黄医生我有个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的舌头一直肿大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老是怕老有此因 很多年呢 疼不疼 很多年 我问你 你肿大疼不疼 有时候感觉疼 有时候感觉不到 但是老是有此因 有时候感觉疼 一生的时候感觉 哎呀此因很重 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疼啊 觉得嘴那个包不住一样 他就开始就感觉疼 那就是如果你疼的话 我因为心里我没看到你的舌头 我我只能跟你就是也是 纸上谈命跟你飞机 就是如果你 你肿大 不疼 那么 就是说 里边 体内会有湿 或者你气虚 那么你 你的舌头会比较肿大 但是如果你舌头疼了 就说明你体内有热 就是 那你要检查一下你的食物 刚才 就像刚才我说的 那你 你的食物会对你身体 会发生一些作用 比如说你 长期吃一些 比较辣的东西 胡椒啊 大料啊 或者是什么 洋葱啊 这些东西 或者韭菜啊 打比方说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东西 我只是跟你解释 那我也吃很多 有可能 今天你讲的 我听了 因为半截进来的嘛 我听我感觉 可能是 有时候感觉疼 那可能就是 有时候吃的不太对了 但我吃还是比较小心的 我觉得 但是每个人的体质 是不一样的 嗯 我有糖尿病 所以我吃东西 还是挺注意的 那我本身糖尿病病 病人 很多人 就是 那个 嗯 有很多人 就是 会有口渴的症状 你有口渴症状吗 很少有 我的糖尿病也十来年 但是一直在那个 空腹脏 空腹 七到九之间 一般都是七点多 那 你空腹七点多 那也高了呀 空腹七点多 是的 是的 一直是高 要控制你的饮食 就说你的饮食 要青菜多吃一点 我不知道你 我前面讲的话 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就是为什么要多吃青菜 因为青菜 就是说 药有偏性 有寒性 有热性 你的菜也有寒性和热性 那么首先 你要借助你的青菜 来调节你的身体 不是首选药 虽然我是中医师 但是我并没有说 要你们首选药 药是在中医师的指导下 来给你用 你自己每天 调理自己的时候 你就要 适当多吃青菜 当你舌头痛的时候 你就要适当多吃青菜 然后是韭菜是吧 韭菜就不要吃 这个时候韭菜就不要吃 这个时候你的牛肉也不要吃 鸡肉也不要吃 羊肉也不要吃 就这些比较热性的食物都不要吃 我比较喜欢吃牛肉 不是啊 那你自己得理解 然后你多吃些青菜 看看是不好些 如果还不好 那再寻求中医帮助 就这样的 青菜现在我一般都是用开水捞 这样行不行吗 就开水 我就放开水里边捞一下青菜 就这样吃 里边放点 然后捞起来以后 淋点那个olive油 也可以 也可以 你也可以稍微炒一下子 因为你有些人他觉得 这样青菜这样一烫掉 你饮料都没了 都在那个水里面了 对我原来这样说 后来有一样是说 啊那个水龙性的 维生素都没了 我现在我又不敢了 你就是那个 在锅里面稍微炒一下 炒几分钟两三分钟 就关掉了 那个而且那个菜汁 你也可以喝 你反正你也可以炒 你也可以烫 我是就让炒的吃 谢谢你今天讲的很有帮助 黄医生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那个我那个 决定一年以后 嗯 出了一次血 然后我到医院检查了 也没有什么 嗯 那个什么 就是就是正常吧 就是说 医生就说是正常的 然后两年以后 呃 又又出一次血 量不多 嗯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我问你多大年 你今年多年 我今年58了 就是我在那个出血之前 我就 我记得我喝了一次 那个黄奇的水 这个有关系吗 喝了黄奇 喝了黄奇水 喝了一次 然后 然后就 过了过了一天就出血了 出血出很多还是一点点 没有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 嗯 然后 那个 嗯 多长时间 决定多长时间 出了这个血 这 这两年了 这是第二次 两年了 以后出一只血 然后再有 过两年又再出一只血 是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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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间只喝了一次 黄奇水 没有吃别的保健品 没有再吃别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吃保健品 有 这个黄奇水 有关系吗 一般来说黄奇水 不会说让你 就单纯的黄奇水 让你再来月经 但是我也确实碰到过 就是冰床上 就有人就是 完全干净了 过段时间 突然就又来了 可是在一检查 到西医检查 我是说 做那些副检了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神秘 没有 确实 但是像你这个情况 你还是 要注意 如果你 经常不规则的出血 你一定要再做检查 就要排出一些 一些问题 没有 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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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那你就是注意观察 因为我也 也是这样的 我之前只能说 给你提些建议 就是说 那么 如果偶尔一次 也不是说很大的问题 我就跟你说 就是 但是呢 你要引以为见 你就说你要观察 你每次上厕所 你就要看看你的裤子 看看你那个 擦的纸 如果要有血 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 因为一般来 这个情况 让你轻心 这样的 对 我现在就 就是 就是在想 是不是我喝了 那个黄鸡水 有 有 那个 刺激了 他就出血了 现在 现在我 现在我 我 你现在只能受关心 对 他就是 两三天以后 他就好了 就没有了 对 就是 就是今年 年头的时候 我说 怎么又 又出现 这个出血状况呢 我已经绝军两年了 肚子不痛吧 肚子不痛 肚子不痛吧 你就是出血的时候 当时出血的时候 肚子痛的 是啊 那你就要 还是要观察 我现在 你要观察 现在不是 疫情期间吗 有不敢 有不敢 你要怎么样 你要观察 你的那个 就是裤子 对 我这个 这个是 这个都是观察 这个很 很仔细 如果 我为什么说 要观察 就是说 你观察 你的裤子上面 如果那个 因为你 一般绝经以后 你的裤子 会比较干净的 如果他上面 特别平净 然后你肚子又不舒服 那我建议你 还是要做一个 比操检查吧 看看你的子宫的情况 怎么样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算正常的 就是 我只能说 确实要人 最后什么都不是 就是个正常的人 但是只是说 在绝经两年以后 又来了 然后你肚子又痛了 不是个正常的情况 不是 不是 我有那个 子宫肌瘤 一直在那个里面 也许是 那个在 有发生了 什么情况 也许 就是只能这样分析 因为就是 子宫肌瘤 当你进去以后 它会 萎缩的 它会萎缩 但是说 也许 它破了 再就出血了 就是也可能会 我只是说 但是 那个时候 也做个比操 观察一下 好的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腰疼 那腰疼 这些 东西 你就是 因为它如果 如果里面 有个站位性的面 我不是说 你一定是 我只是跟你 因为这是 我的习惯 就是说 如果它里面 也有个东西 它有时候 长大了 它也会压迫你 你的腹腔里边 你会有腰痛啊 肚子痛啊 可能会有些症状 但我不是说 你一定是这个问题 但我作为医生 必须要考虑全面 对对对 对 好谢谢 那下面 接下来 这位 殷钱 请打开 您的声音 已经举手半天了 殷钱 是吗 你打开声音了 你可以打开 你的声音 你在吗 这环 殷钱 对 OK 那么他一直没有 接受我们的 这个请求 OK 那么下面 这位叫个Betty 是吧 嗯 我通往出来 出来了 这位Betty B-E-T-T-Y OK OK 打开 请讲话 Betty 你可以讲话了 B-E-T-T-Y 这位朋友 你的话筒已经打开了 喂 黄医生 你有听到吗 我就是想问一问 我的手指甲 有很多竖文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身体 有什么不正常了 所以想请教一下您 我看不清楚 你看不清楚你 你今年多大年龄 49岁 49岁 你月经还有吗 还有 月经怎么样 量比较少 但是时间上还算是正常 一般是26天 28天的样子 就是量比较少 罐头量比较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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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般都是三天多 年轻开始都是这样的吗 一直是这样子的 你平时吃饭怎么样呢 吃饭吃的东西偏素一些 因为我 我从小就不怎么爱吃肉 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人家说要稍微补充一点点 那个肉 然后多一点点激素吧 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的饮食 就增加了一点肉 加了一点鸡蛋 但是还是以青菜为主 好 那我大概就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 首先你就是从年轻开始 你的育料就不是很多 就是从年轻时候 你的营养就都不是 跟你的育料很多 那么你的育料就是不足的 对吧 跟你想说话 跟你的育料就要 没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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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会儿听不到声音 听的声音很超杂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得到 我这里听不到黄医生的声音 很超杂 对你现在声音比较杂音很重 是网络的问题还是门外的风声呢 杂业很大 也可能网络 网络有点点 但是我 可能是网络 那我说话都闻 听不见是吗 这会儿好一些 您说这一句话就感觉还好 能听得到 那么多 那么多可能都没听见 就是说因为 刚才基本上算的人能听得到 但是这会儿好像比较严重了 不知道为什么 黄医生您能再简短的重重复一下吗 刚才您说的我没有听见 那就是说 我就说你的脾是虚的 你的脾也是后天之本 甚至先天之本 你的脾和脾都比较偏虚 那个指甲呢 就是指甲是骨头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说 那你的指甲就不可能会比较坚固 你的指甲的营养都不够 所以他的脾都是 就是会有那个纹路的 就是说您要我 您就是说 对不起啊 就是我要重点补肾补虚 你的气血绝对是不充足的 要多补气血 好明白了 谢谢您黄医生 好谢谢谢谢 OK下面 刚才这位没有举手 OK现在第二位举手的这个 NELSON 这位朋友您可以说话了 您的话筒已经打开了 OK你好 黄医生 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下 我晚上呢 就睡觉多梦 然后早上醒了以后呢 口干是燥的 这是什么情况 事实上哪里需要 我问你 请问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5 65 那么你平时喝就抽烟吗 没有 不喝就不抽烟 那么你晚上 几点钟睡 差不多12点 那就说 你长期这样的 12点钟睡是吧 对 长期12点 早上差不多 7点半到8点左右行 然后晚上 晚上梦多梦特别多 就是说晚上睡眠 睡眠紧张不好 是吧 睡眠呢就是有时候还可以 就是半夜刚睡下去 做梦的时候呢 糊里糊涂的 马上一般就记不太清楚 早上时候呢 做的梦呢 好像还可以知道一点 但是梦就是挺多的 好像老师总是在做梦一样 那就是说明你 一早起来 醒了以后 并没觉得 神清气爽 你觉得很疲劳 觉得一晚上都在工作 是这个意思吗 起来以后 反正也不是 就也没有感觉睡得很好 也没有感觉什么很累 就是一般的 晚上没有休息 是这个意思吧 对没有休息的可能很好 可能是 然后早上口就特别干 起来的时候 特别狗 食胎上面 好像非常毛的一样 口干食燥 可能就是 那我就是 只能给你一些建议 因为 这问题 我问一部分 而且毕竟是在这样的 这样的地方 不能问太细 那么就是 你晚上睡眠不好 然后早上 口干食燥 那么你就检查一下 你的食物 你是不是吃太多 热性的食物 是不是吃太多肉了 菜吃太少了 还有 你要检查一下这 然后你 对 你把 如果你要是肉吃太多了 菜吃太少了 你就要调解一下 你的 你的 食物 因为你的内火太重了 内火说 因为我 年轻的时候呢 吃的肉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年大了以后呢 就是我慢慢再调节 多吃点素菜 减少吃肉 在这减少相反的比例 年轻时呢 确实特别喜欢吃肉 吃的比较 昏的比较多 吃素菜不太吃 但现在呢 我增加了素菜的量 然后呢 就是反而就是 对 减少了 昏的 毕竟是你 长期这样吃 对你身体造成的影响 你不可能就是说 你稍微加年轻在 马上就会改 没吃药 那么而且 到了 我今天虽然谈的是 女性跟年期 其实男人 也有跟年期的 对 我也有 事情也在发生 发生 对 所以呢 到了这个年龄呢 你的那个消化能力 也变差了 那你吃肉吃太多了 你人不一定能够 完全消化得了 那么那个食物在体内 呆时间长 它也会成了一种 就是那种 湿热度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现在没看你的食肺 我也不能就是 随便说 但是通过你的饮食 你告诉我的饮食 就是和我的经验 就是说 你如果吃肉 是吃的多的话 那你体内的 一般湿热度 都会比较重的 然后你适当 加些青菜 那么你大便 就解得比较 通畅的话 再适当多喝些水 那么你的热 也会减少 这样的话呢 口感就会减少 但是你 如果你睡觉的话 你半夜 如果三点钟到早晨 这中间会起夜吗 有时候会起一次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会两次 不一定 对 就是如果起夜的时候 你可以加点水 就是你可以喝一点水 补充一下 因为毕竟你晚上 呼吸的时候 那么你也会 从你的皮肤和口腔 鼻腔 也会流失一些 那个精液出去嘛 所以你就可以 补点水 喝点 喝两口 温开水 这样 谢谢你 黄医师 那你有什么 建议 可以有什么 成药 可以降火的吗 成药 成药 成药的成药 有什么吗 真的没有 特别 特别容易 那个 降火的 嗯 什么药 一般 金银花露 还怎么样 嗯 金银花 可以喝吗 金银花水 是这样的 你专门口干 你并没必要 要喝金银花 金银花 就是要 因为我不知道 你胃好不好 因为金银花 它是比较寒凉的 当你没有 没有就说 咽通啊 没有感冒 那些症状 你没有必要 一定要喝金银花 你可以喝点绿豆水啊 绿豆水 喝点菊花水 菊花水比较 平和一点 那么金银花 因为年龄大了 胃也要保护 因为今天时间 我没办法说太多 其实年龄 胃也要保护 脾胃吧 是后天之分 就是你的所有营养吸收 都要通过你的脾胃 来帮助完成的 太多含量的东西 也会伤你的胃的 OK明白 谢谢 王医生 谢谢啊 谢谢您 好谢谢 那么还有最后一位 因为时间关系啊 那位Wendy 来请你打开您的声音 您好 黄医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咱们现在 这个加拿大市场 西人用的这些个保健品 对于咱们这个 妇女更年前期 或是更年期的时候 对于这些中医的理论 这些保健品有没有冲突 或是在选择这些市面上的保健品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 比如说各类维生素 辅煤Q 什么钙呀 鎂呀 鱼油之类的 是这样的 我首先就是说 我呢 没用过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自己 我没用过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也不好评论 评论这些加拿大市面上 这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是中医师嘛 我都是用 自己用中医的办法 来调解自己 我没用这些东西 但是 但是你要问我的建议呢 首先 维生素吧 这个维生素 你可以从青菜里面摄取 所有这些东西 它都是化学合成的 化学合成再好再好 正常人的要吃 为啥我说这话呢 而且我可以很有底气 说这话呢 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 就那位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 他就是做保健的 就在加拿大这边做保健的 就是专门卖保健品的 而且他专门是 给那些 特别有钱人那些人 去买的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去买的 但是他最后还是 寻找中医治的 所以这些保健品呢 我也不评论 但是我是不吃的 如果你需要补充 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你可以从青菜里面摄取 从水果里摄取 没必要吃那些维生素 我一颗维生素都不吃 这样的 再是一个 那些保健品 到底有没有效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 自己从来不吃 我的病人倒吃 都是西人 他们就是 哪位 告诉我吃这吃那 他到我这来 我就跟他说 你要吃我的中药 你就把那药都给我停 我不知道 哪些东西 会不会干扰 我这些东西 我现在只能这样说 好的 谢谢 谢谢 那么刚才说了 因为 黄医生 您在咱们的健康论坛群里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您在 OK 这样吧 因为黄医生是我 多年 很多年 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我有他的私信 我可以把他拉在 如果他要没在咱们的健康论坛群 可以把他拉进到咱们的健康论坛群 我们这个华人中 就是这个中心群里面有好多群 明镇又在变 我都不知道哪个群是哪个群 OK 因为我们健康问题一般 尤其是您今天讲课的这个 咱们这个栏目是健康论坛嘛 所以说 我 我回头看一下 就说如果有什么还没有解答到 或者大家还有时候想问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在健康论坛群里头 跟我们的黄医师来提出来 我相信黄医师在他有限的时间内 当然他很忙啊 很多的 很多的时间会跟病人接触 那么在有限的时间 在他有空的这个时间里 会给我们尽力的解答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非常耐心 非常富有爱心 非常专业的啊 一位这么漂亮的女士 因为时间关系 那么我们基本上今天的 健康论坛时间也就到此 我看我们群里头 我们那个聊天窗口有人在问 我怎么可以看到回看 我们的回 回放呢都会在 基本上像今天的活动吧 我们会放到明天就会上去 在YouTube YouTube上头 你查实际上 查找我们加拿大华业志愿服务中心 你我们所有的一些活动 都会在上面放了 那么你就查找今天的这个 健康论坛 你就可以找得到今天的包括以前的种种 你都可以查到回放 那么你看了回放 希望您加上点上订阅 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查找 就会更方便 谢谢大家关注 老师 那个健康论坛群 那个二维码能放一下吗 健康论坛群 主席您在吗 主席 我在 我在 我说 今天这个黄老师 我之前 之前他都讲 他说我今天 我可能讲了 因为比较仓促 昨天晚上 跟黄老师沟通好 结果他说 我以为你下一周 下一周讲 你叫我明天讲 我怎么讲啊 这是仓促上阵的 来上这个讲 以后详细的 黄老师还会有一些好的一些 给我们再继续讲 跟大家分享 那以后呢 就是准备更好了 但今天呢 也确实讲得不错 大家你看 这黄老师 他考虑着 他说 我是不是讲一个小时 都感觉都差不多了 我说 我们讲错 你看吧 你上去 光大家会有问题 你杀不住 两个小时都不吃 是这个情况 所以今天 也确实是 黄老师上来了 给大家来 也讲了很多 有些吧 可能 大家还没有 时间关系 有没有解答 回头的就是 我可以 黄老师 拉到我们群里边 健康论坛 群里集群里边 到大家呢 要进那个群呢 就是扫下 我扫下中心的二维码 我发中心的二维码 我分享一下 因为那个群里是300多人 不能再 对对对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我用这个分享 人打交道 平常工作忙 可能有时候我不见得 就会仔细看那些 群里的东西 是这样的 我们中间还有一个 我用这个吧 这个可能今天我不知道 怎么分享不上去了 我用这个分享吧 这个回放呢 是这样 就是中心呢 有网站 这个回放 还有我们的YouTube 这两个都同时上传 就今天呢 明天呢 这个今天的录像 明天都 明天基本上 中午之前都上传了 中午 就12点前后都上传了 这个我把这个 分享一下 我把这个 大家可以扫下这个二维码 现在这个 这是中心的 微信二维码 你扫了一手 加入以后 你说我要进 健康论坛 健康论坛群 健康论坛一群 都给你拉进去 可以扫下这个 那黄老师 那今天就这样吧 今天黄老师 好谢谢 辛苦辛苦 辛苦 您的辛苦 旅员谢谢 辛苦辛苦辛苦 好嘞 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忙 谢谢你的奉献 无私的奉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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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华医生的 详细简单 好不用谢 好 大家都保重 再见 好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大家呢 在这个 如果 我看还有多少分 有 我在讲 讲点事情啊 大家 如果说 回答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把这麦打开 你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问 我 现在可以 今天是可以打开的 今天可以打开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可以打开 李主席 你讲讲 我的微信名字是 Mary 我想让你把我拉到 那个中医穷里 我发了几次微信 您可能没发现 中医穷 你家里是中心这个微信 不是 我家的中心的微信 我在里边 我看这个 你取完二成 我都在 我看一下 我看应该是中心微信 我看一下 这是中心微信 是 就撒的当儿码就行了 你 你上面 你现在再扫一下吧 扫一下 你在上面再说一下 我 今天都给你拿进去 这 就这个二维码 就这个二维码 扫这个二维码 对对 这是中心的二维码 对 怎么个扫法 我还没扫过呢 所以说 你没有扫 所以给你拉不进去 你就是 这个 你就是 你 你是拿着手机 在看 你给它 不是 我拿的是电脑 你用的是电脑 你电脑可以截屏 你会截屏 截屏我可以 你截屏 把它截屏以后 你把它放到微信里边 截屏以后 电脑截屏 就是 把这个 把这个截屏了嘛 如果你电脑上有 你有微信没有 你有手机没有 你的微信 是在你手机上 是在 微信肯定在手机上了 那你拿着手机去 扫一扫就行了 扫一扫 你不知道扫一扫 我跟你说怎么扫 来来 我跟你说一下 我还真不会 这是微信 你微信打开 你看 你把微信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给你做出示范 微信我打开那个 然后你点 健康交流 穷义穷 是吧 你现在不是义穷 你一直看这样 你把它点开以后 微信你看 我给你示范出来 就右上角 那个加号 你看一个加号 看到加号了吧 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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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25176 有个scan 你加号 你把加号点一下 点了 点了以后 看到一个扫一扫吧 你点扫一扫 然后你就对着屏幕 就扫我们这个二维码 行了 知道吧 我把二维码在那里 你把二维码放上 对对 就这样的 你都扫进去了 扫进去 你扫进去以后 你说你给他上面说 你要进什么群 我都 那个 你那个二维码还没出来呢 我现在你发 我现在发 我现在搞到哪里去了 我二维码 二维码 二维码 随便找一个中心里边都有 我们都有二维码 随便一个 你看中心那个报道 什么都有 这个 包括今天健康论坛 这个 我扫一下 这里都有 网站上也有 网站上写的 我把这个 就这个 现在扫这个 这个 好像我这个扫上 加拿大服务中心 已经扫上了 就这个 你就扫这个 嗯 就这个 就扫这个 就这个 这个 扫这个 对 扫下面 就扫这个 李主任也帮助我拉一下吧 我刚给那个 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 刚才给您发了这个 说了帮助拉 拉入 我知道 你加这个 最外 你加微信 我已经加了 你加这个微信 对 已经加了 已经扫过了吗 扫了 扫了 最外 我现在正在扫着呢 但是 怎么回事呢 我给你 我看看啊 他还在扫 还在过那什么呢 这是明天的活动 都已经出来了 明天活动出来了 明天出来 明天的活动 一会儿都要发 大家 你扫这个 李主任 我刚才扫了 行行 我刚刚看到 这个 这个就扫这个 就扫这一个 就扫这个 带微信 那个标志 这个 中间那个 就这个 扫一下 就扫 下边那个 就扫下边 那个 扫一下 我看 这是又 对啊 带微信 这个扫了 扫过了吗 扫过 你在上面 说 你加上去 你说 你要进什么 去 啊 好的 嗯 李主席 请您把我加入 中医 论坛群 嗯 谢谢 谢谢 好的 我发过去了 我发过去了 感谢观看